而日前的新北幼儿园的未要案 一份检验报告 被毒物专家周明威解读为零检 出额非是阴性 结果被事实查核中心认定是假休息 这让国民党立委王洪威一撞 告上了中原大学 检举周明威不试任救师 不只如此周明威过去性搜尔事件 也被王洪威翻出来检举 但是实际联系周明威本人 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经常分析毒物议题 毒物专家周明威镜头前很有自信 但这回新北幼儿园未要案 周明威将孩童巴比陀检验结果 64旁边的附号 解读为零检出而非阴性 就被事实查核中心认定为假消息 这仿佛让蓝莹捡到枪 立委王洪威就决定 一状告到中原大学检举周明威不试任 我具名检举 向中原大学检举周明威应该是不试任的教师 能够向社会大众提出一个交代 只是目前中原大学回应还没有接获王洪威的检举资料 一旦接获就会依照校内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但不止假消息争议 王洪威检举内容还包括了歧视言论 不只是疫情期间对陆生大小眼 还包括对黑人的歧视言论 例如黑人不会晒伤等等 让赵明威民生重挫 只是事情还没完 随着MeToo风波还在烧 王洪威也将成年往事翻出 痛批赵明威的性骚扰争议 这起案件早已被中原大学信品会 确认结果属实 也对赵明威进行惩处 只是王洪威如此大动作检举 仿佛认定对方是绿营侧意来攻击 或许目的也是为了助攻侯友仪 幼儿园为要按战火各地烧 健康问题也成了政治攻防 也秀出2024全面开打的烟宵味 记者姚家庭苏始杰采访报道